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和中國相關的領土爭議 似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除了在上星期一晚 中印邊境西段發生了嚴重的肢體衝突以外 在今日釣魚台主權問題又再重新活躍起來 事關在日本方面 沖繩縣的錫援市議會表決通過一項議案 決定將釣魚台列島所在的行政區名稱 從登野城更名為登野城尖角 即是加了尖角兩個字在後面 以示標識 預計會在今年10月1日施行 即是明替中國眼眉 這一天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 在有主權爭議的領土上 單方面宣佈更改地名 其實等同於重新宣示主權一樣 所以肯定會引起 聲稱擁有釣魚台主權的中國 和台灣方面的不滿 在中國方面 《環球時報》在今早一收到消息 馬上發表了一篇新聞稿 對於石援市議會這個舉動作出了嚴厲的駁斥 至於台灣外交部 亦表達了強烈的不滿 我們首先看看 究竟石援市議會 他們官方說要改名的原因是什麼 他要做這個行為的時候 總要有一個表面的原因才行 作出提案的石援市長中山二龍解釋 在地名當中加入尖角兩個字 作為標識 能防止得到和石援市中心的燈野城混合來 這樣就可以提升行政手續效率 當然這個原因 中國和台灣接不接受 就另外一回事 我們首先看看台灣方面是怎樣回應的 台灣外交部重申 說釣魚台是中華民國的固有領土 中華民國擁有主權的事實是不容置疑的 任何其他國方採取片面的主張和行為 都沒有辦法改變得到這個事實 中華民國政府一貫堅持擁有釣魚台列島的主權 今後仍然將會秉持和平理性的方式 處理釣魚台列島的問題 至於大陸的環球時報又怎麼說呢 他們就說 中方此前已經多次強調 無論日方玩什麼把戲都好 都改變不了釣魚台是屬於中國的事實 日本石援市試圖幫釣魚台改名的消息一經傳出 就引起了巨大的爭議 這個爭議都是由中國和台灣方面發出的 在中國釣魚島問題上 中方的立場是明確的 一貫的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曾經多次表示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 中國對於釣魚島的主權擁有充分的歷史和法理依據 日方所作所為 絲毫改變不了釣魚島屬於中國的客觀事實 中方維護釣魚島領土主權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 這就是分別是中國和台灣方面的反應 實情為何日本會說釣魚台是屬於他們的呢 根據什麼原則呢 其實日本自從1895年開始才佔據釣魚台 當時他們根據一個叫做無人島先佔的原則 即是說這個無人島才佔擁有主權 就是這樣 至於大陸方面經常都這樣說 就說釣魚台自古以來都是中國固有領土 實情自古以來這個概念 本身是非常模糊和籠統的 中國經常自稱中華文化有五千年歷史 在這五千年的長河當中 究竟估到何時才佔據釣魚台呢 是否必須要有一個說法 估到何時 在這五千年當中佔據了多久呢 有沒有歷史文獻和典籍記載過 實際上管轄過釣魚台呢 至於台灣方面曾經作出一些舉證 比如說在明朝的永樂年間 有一本典籍叫做《順風雙宋》 裡面首次記載著釣魚台這個名字 但提及過這個名字並不等於擁有主權 否則很嚴重 全球都是你的地方 因為你只提過名字 你有沒有人駐守過 有沒有開過衙門才行 至於在清朝的乾隆年間 日本的先台平民寫過一本書 叫做《三國通覽圖說》 裡面有一張圖叫做《琉球國傳途》 裡面分了三種顏色來畫地圖 一種顏色就是紅色 代表中原王朝 即是清朝 另一種顏色就是台灣 第三種顏色就是標示了琉球王國出來的 當中用紅色來畫的 包含了釣魚台 故此釣魚台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 到底現在在釣魚台上 有沒有一些很確實的證據 比如說是某些遺跡 找得到是中國曾經管轄過這個地方 暫時未有 可能再做一些考古的工作 會有其他的發現也未定 但看表面就不見有了 這跟香港或者台灣的情況很不同 先說台灣 其實台灣也是自從南明的賢平郡王鄭克爽 打輸給清朝的水師提督師郎之後 才是第一次被中原王朝佔領 至於第一次有中原人發現到台灣 而且在典籍裡有記載的是什麼時候呢 就可以數到去三國至吳書的宣權傳了 裏頭曾經記載過 說孫權曾經派遣將軍、惠溫和諸葛席 要出發去宜州和坦州 有些歷史學家就說 宜州應該是在說台灣 無論是語不是也好 登陸了宜州以後 老虐了幾千個土人回到東盟就算了 一直以來都沒有再去過管治 一直到南明才有漢人去到 至於所謂的坦州在哪裡 那個吳書裡面記載 就說坦州是日本 因為根據長老所說 坦州就是隨福帶同男同女去的地方 相信就是日本 事實上在新宮那樹 就是和歌山縣 有個隨福公園 據說隨福在那樹登陸 這可能只是傳說 不知見還是留 至於大陸方面經常說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最古就可以推到水師提督師郎 佔領了台灣之後 即是說1683年 如果你說再古一點 你就再推到明正時期 即是1662年 由鄭成功功佔台灣之後來計 你自古以來 估到也是1662年 但是你說自己中華有五千年的歷史 即是說你最後三百多年才開始佔領台灣 這樣就猜得多久 你說自古以來這個概念 是不是非常之籠統 一直到1895年的時候 因為清朝打輸了隔五戰爭 所以就派遣李鴻章 去到下關那樹求和 要簽和約 在下關的春梵流那樹 就簽署了馬關條約 日本的代表就是伊藤博文 清朝的代表就是李鴻章 大筆一揮 就將台灣割讓給日本 一直由日本管治到二戰之後 投降 才是給回中華民國 所以你說自古以來 真是非常籠統 你說香港也尚且可以說過去 其實你說自從秦朝以來 就已經佔據了 秦朝在香港是沒有任何歷史遺跡的 那麼有什麼歷史遺跡 是真的證明得到 香港是曾經被中原王朝 是管治過 是有效管治過 比如說佛堂洲 就是一個碎關的遺址 東涌就是一座炮台 以前的九龍寨城裡面 就有一個衙門 那麼你起碼可以告訴別人 至少在清朝的時候 香港在行政上 軍事上和經濟上 都是曾經被清朝有效管治過的 那麼你就是 起碼是說得出 好了 至於你說 這個釣魚台 究竟是有沒有相關的事情 因為日本在1895年 去佔領釣魚台的時候 它事實上是一個無人島 好了 你說這是固有的領土 那麼到底有沒有一些 證據 比如說在那裡有個縣官 或者是那裡曾經設立過一些信台 有沒有呢 當然是要大家慢慢去舉證 我不知道 可能慢慢發掘出來 原來有的 或者在釣魚島上面 進行考古發掘的時候 就能夠掘出一些靈務 這樣你就證明得到 你看看那條絲 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 對不對 暫時來說 看表面就不多 是有些什麼 是一個爛鬼坊島 對不對 好了 那麼現在呢 到底中國方面 除了說 作了聲明之外 還有什麼回應呢 首先來說 中國已經連續第六十九天 派遣公務船隻 去到釣魚台周邊的海域那裡出沒 而且有其中的一艘船 疑似搭載機關炮 另外 根據日本媒體的報導所說 就說最近大陸修訂了的武警法 就是要來對於台灣和釣魚台的問題施壓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這個武警法規定了 在所謂戰時的情況下 武警是要接受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指揮 或者是受到五大戰區的指揮 故此海警船在戰時就可以參與戰時 平時也可以跟軍方進行聯合演習 所以在日本的角度來說 這個武警法的修訂就是跟台灣 以及釣魚台有關 當然這是日本方面的看法 至於釣魚台主權爭議 下一步將會如何呢 這樣就未知了 因為在過去二、三十年 其實這個釣魚台的主權爭議 無論是中國、日本還是台灣 都只不過是留於互相打嘴炮的形式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